再看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里要找人 但是只知道这位妇女背着黑色的包包 要从哪里找起呢 在屏东有位铁路警察 就想到要拨打这位妇人的手机 听手机的铃声来找人 而这刀也果然成功救回了一位 因为和丈夫吵架 而扬言要自杀的妇女 屏东陷警局勤务中心 周一接到一通报案电话 原来有一位住在高雄的妇女 和丈夫吵架后 扬言要自杀 妇女的母亲劝女儿搭火车 回屏东娘家后再说 随后和女婿报警展开找人行动 铁路警察也出动 只是完全不知道这位妇女搭哪班车 从上百旅客中几乎无从找起 尽管确定人在屏东火车站 但到底是哪一位呢 原警拿起电话 拨打妇女的手机 这位妇女虽然不接电话 但凭着她身上的手机铃响 原警还是找到她 将她带回派出所 交给松了一口气的家人 经过安抚 妇女情绪转趋稳定 也愿意跟家人回家 原警的激紧 让这位妇女的母亲 可以过个不伤心的母亲节 每次新闻 红明生 品诺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